設計師 能夠八十年起 特別是從日本那邊來的設計師 進駐到台灣之後 這四個字的觀念才慢慢去形成 室內設計師的工作實在是太多了 比較硬體的東西規劃出來之後 我們需要的其實就是這些 軟件的配置師 這些都要有更多的 更專業的人來做 鄭爸爸 你好 好 來來 嗨 鄭爸爸 你好 我們今天來家裡面幫你丈量家裡 好 幫你翻譯 這個畫的 這個空 好了嗎 兩百二 客廳的部分有沒有什麼 家具我們想要保留的 這個原木的可以把它留著 還滿漂亮的 就是通常到家具店 選購家具是 就是銷售人員來幫我們做專業的介紹 那家具規劃師是除了 家具的部分 單品的部分 去有詳細的了解之外 比較不一樣的是會對於客戶的部分 去做量身訂做的打造 這邊這個餐桌就沒有了 對 就是把它 這個地方以後可能用什麼方式 把它收納一下 這邊櫃子不要了 給我們三天的時間 那我們會回到門市裡面 去幫你做擺設跟規劃 嗨 鄭寶寶 歡迎回來 到家囉 準備 好 這邊就是我們大門進來的地方 然後進去看到是客廳 不錯喔 還有寶寶也在這裡 對 好 丈量客戶的家裡之後回來 我們會打造他的天地跟牆壁 這個實際的寬度跟長度 是照你們家亮出來的 改造之後都不一樣 就跟我們家的寬度是一樣的 對 一模一樣的 寬度跟長度 然後你們家的 連住址都有耶 對 沒錯 那廚房的門就在這邊嘛 這個我們家也是跟這個一樣 對 對 對 照片都放上去了 他幾乎不用想像 他就可以知道說 我以後這樣子使用 我覺得好不好 我們都可以感同身受就是 如果今天是我真的要住到 這個客戶的這個家裡面 我們可以去感受他的使用習慣 去感受這個東西 這個櫃子放在這邊 對他的收納方不方便 科技進步到現在 丈量現場這種這麼傳統的工作 還是親力親為在做 那有沒有那種機器可以放進去 跑一跑 然後3D圖就一直建立起來 一直建立起來 甚至我的辦公室開始接收訊息 然後那個DELTA進到我的電腦裡 我就開始做設計了 然後那個DELTA進到我的電腦裡 對 對